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做的是年中我最喜欢的彩妆组结 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经营脆美店以来试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大箱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来试 然后我每个产品能进入脆美店的都是精挑细选以后 我会把成分啊它的这个资质啊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我自己还喜欢我才会拿到店里来卖 所以可能最后我自己挑出来的年度最爱 跟店里的东西会比较重叠 我会一点点的从化妆的第一步骤到最后一个步骤 都选出一个我所试的年度最爱 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ok 我知道彩妆呢 要想让妆容更服贴的话 就会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妆前露 今年我试了大概有七八款 就是去年没试我的妆前露 我最喜欢的是Masada这款 Perfect Skin Primer 因为我自己是油皮 脸很容易就是泛光就是很亮 在拍视频或者照相的时候 我很繁稳的脸就是很亮 然后一看就可以煎鸡蛋的那种 然后我就用了很多Metifying Primer 就是让你的脸变哑光的那种Primer 我很喜欢因为它有缩毛孔的功效 有哑光的功效 持妆的功效 普遍的一个缺点是它会比较干 我在有缩短暖的时候有一个阶段 这个脸是非常干的 而且我用那种要持妆的粉底 也都不是很滋润的那种粉底 所以我再去擦那个很干的那种Primer 我就会觉得我脸太干了 然后我拿到这款Primer呢 它几块的质地很有意思 它是那种哑光好像有silicon 有微的那种质地 但实际上它又是油油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那种质地 它既是那种哑光擦了之后 但是又滋润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买了这个 就连Lucy的那种干皮 她都会喜欢 这是她觉得很喜欢的 那种干皮能用的 哑光的这种妆前乳 而且我觉得擦完了它之后 我的毛孔真的变了小很多 然后妆容更补贴 实妆的效果也很好 如果想买一款 亚光又滋润的妆前乳的话 可以拿去看一看 OK 妆前乳之后 我们来说粉底 其实今年呢 我是用了很多款粉底 有几款是滋润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有几款是有非常轻薄的 比较贵的 我也喜欢 但是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惊艳的粉底 在年末的时候 然后我就收到了这款是韩装的MediCube 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韩国的粉底 因为对于我的肤质来讲 韩国的粉底都不太合适 一般韩国的粉底 它就是遮瑕效果比较弱 比较轻薄 它会比较滋润 然后偏粉色系等等 然后妆效果一般都比较差 像今年我试的那个非常火的 正圈的粉底 我自己就完全不喜欢 所以我当时拿到MediCube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定不会选中它 但是我觉得适应一下吧 给我非常大的惊喜 我今天用的就是MediCube 我今天所有介绍的产品 我今天都是用的它 来化我的这个妆 然后我用了这款粉底之后 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的遮瑕程度 会比一般的很薄的韩装粉底要好 毛孔缩的很小 很服贴 就是韩国那种美眉的那种妆感 脸上很薄 它还是完全不堵塞毛孔 它叫non-commenogenic 就是不堵塞毛孔 所以痘痘肌敏感肌的话也可以用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 它这款粉底既不是特别哑光 也不是那种特别滋润 它是取中的那种混油皮 有的时候我用那种特别 特别哑光的粉底 我会觉得脸很干 然后有的时候我用 滋润粉底又满脸冒油 就是难找到一个平衡 但是这款粉底就给了我一个平衡 最可爱的是这款粉底的价格 还特别清明 所以对我来讲 这几点都做到了 那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是一款非常对我惊奇的粉底 你说我有没有 就觉得这杯就用它了 倒不是 但是我最近一直在用它 郑重的场合也在用它 所以我决定把这款好用又清明 还适合很多种肤质的这款粉底 推荐给大家 OK粉底之后 我们来说遮瑕 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很喜欢 Jeffree Star的遮瑕 它这款遮瑕 眼底下那种发青发黑那种很严重的黑眼圈 最有效的东西 还比较薄 不像一些欧美的那种 看索黑眼圈非常有效的那些遮瑕 它擦上之后你会觉得很厚 这款很薄的话 你没什么卡粉的这个担忧 它还有优点 它是SPF30和PA两个加号 所以它还自带防晒 我们知道其实防晒很重要 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加防晒 但是眼底多加一份防晒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款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它这个针管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并不好 推的时候很容易推出来一大堆 就浪费了很多 我真的觉得它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也是就是很便宜 这个牌子我都没想到它两样 会成为了我最近最喜欢的 也成为了我选进去的年度 所以这个是我今年用到的最喜欢的遮瑕 好 遮瑕之后 我们来说我今年用到最喜欢的三分 是来自Mickey Moto的这款三分 它是养出珍珠三分 就Mickey Moto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做珍珠的 就是做首饰的 我后来才知道它要彩妆 我在试了这款以后就尽为天人 因为它很适合那种就是皮肤烧干一点 而且它怎么往脸上扑 它都不会点到厚重 擦上之后你会觉得脸非常的美 非常的平滑 还泛进成珍珠的光韵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珍珠的成分是非常养敷的 所以是少有的那种包含遮瑕 然后让脸哑光 但是又滋润还养肤的这款全效三分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的店已经没有卖了 现在我还找不到渠道 我就拿了那么几十个 然后很快就被抢光了 所以现在在我的店里买不到 有很多的宝宝一开始在我店里买了 你们用的怎么样 也给我反馈一下好不好 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款 能把你的脸变成一颗非常滋润珍珠的三分 如果你说买不到的话 其实Jeffrey的三分也很好 但是这个算不上我的粘度对啊 我去年就开始用了 它也是不大分 而且泡米花香非常非常好 Jeffrey的东西你们都很买 这款是在店里有买到的 还得有点小伙伴 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 OK 我们继续 其实我没有找到的哪些粘度对啊 我就skip了 像今年的美笔 我用到的几款都很不错 像hashtag的美笔 和Anastasia Beverly Hills 我店里卖的这款我都很喜欢 这几款美笔 在表现上都差不多 对于美笔来讲 hashtag的那款就价格比较清明 然后也很好用 然后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美笔也很好用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让我试了以后 觉得惊为天人的美笔 所以我就不包括在里面了 今年的修容 我试了几款 自己比较喜欢的是hashtag的这款修容 它里面还有一个高光 也特别好看 我觉得它很像那种新手 它不是特别容易 你看下色 你不是很容易弄脏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不是特别的上色 我对它起来程度没有达到 就说能够把它变成黏度 如果你想很便宜的买一款 又有腮红又高光的话 这个确实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OK 接下来说眼影盘 其实这个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我个人会喜欢 比较夸张的那种眼影盘 你要让我选 就是我自己最想用的 肯定是Papa Graph的这个 Mothership这个盘 巨量啊 其实亮的都亲妈的不认识的颜色 完全是我的菜对吧 但是呢我又觉得 如果说我要推荐一款大家都最喜欢的话 然后不是女人每天都跟我一样 可以画超级夸张出街 以平时温柔美丽这种观点出发的话 我觉得我今年最喜欢的盘 是Anastasia的这款Soft Lamp 所以这一款才是我的年度最爱 这款盘在我的店里卖的很好 很多宝贝们都买了 然后现在基本是零差评 你们都说我画那个红的眼影画好看 觉得像唱戏的或者像孙猴子 我最喜欢就是偏暖色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会让我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就脸的整个这种光运更好 所以这个红与不红暖色不暖色之间 一般上在学眼影的时候就会比较纠结 这款呢它就完全避开了那个雷区 因为它里面的粉色色系啊 都是那种很温柔 然后带一点点综合灰头的那种粉 你看我今天用的这个就是它这个颜色Rose Pink 相当的漂亮 还有这个Dusty Rose 还有这个Saltry 还有这个Sienna 这几个颜色都太美了 我每次拿它化妆化出来都是那种既简灵又温柔 还带一点点妖艳的那种平常妆容 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夸张 非常适合亚洲女性的肤色 也非常适合亚洲女性的这个眼型 它绝对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眼影盘 我今年最喜欢的眼线笔 还不是现在我在店里卖的那款 Clipso的眼线 这款我觉得也很好使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Styla的这款眼线 因为我觉得Styla的这款眼线 上色很细 Clipso那款呢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这款好像颜色更黑一点 Styla在我店里没有卖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款眼线笔 喜欢的宝贝也可以去看一看 会晕染 然后很细很细 如果你想雕琢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确实很合适 但是也要看你这个化眼里的功力有多强 OK说到睫毛膏 我看到今年在我店里大卖的 有时候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是Blink这个睫毛膏 这款睫毛膏就是绝不苍蝇图 无论你怎么刷 刷多少层 它都一点没有让你觉得苍蝇图 就咯咯答答的那种感觉 我看到很多宝贝买了以后都非常满意 但是有一些人觉得它还不够牵肠 如果你有那个concern的话 我其实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睫毛膏 但是这个在我店里没有卖 所以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卖 这个就是Hourglass这个Alert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 因为它这个头我特别的喜欢 首先它也是 这个头还软软的不那么硬 而且这个头它就是根根分明 就是你在刷的时候吧 即便是它有一点要苍蝇图 你一刷就掉了 而且它能把你睫毛刷得非常牵强 我是没有下睫毛星球来的人 所以我没有什么下睫毛 我都是靠化的 但如果你有的话 它可以把你的下睫毛刷得很干净 都不会弄得你的眼底很脏 所以这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睫毛膏 当然如果你平时的话不想那么夸张 然后你想买一款比较便宜的绝不卡粉的 不问题很好 否则的话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它 我很喜欢这款睫毛膏 OK 到了说栽红的时间 我手里拿的这两款最每天都有卖 这款卖的超级好 因为它又便宜又好用 它是Physician Formula的这个小盘嘛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黄油修容 如果你很白的话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修容 会让你的肤色看的很自然 它有一个栽红 这款腮红的颜色就是很重 所以你用的时候一定要轻下手 否则的话就会变成村姑 然后它还有一款高光 这个高光跟Rihanna的那个Diamond Dust 那款钻石高光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个整个一个盘的价格 才是买那个钻石高光的三分之一 非常的直 非常的好用 而且味道是椰奶风味 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盘之一 尤其是学生版 不想花太多钱的 非常值得入手 但是如果你问我 今年我最喜欢的腮红颜色的 还是Juay的这款 Adore Me和Holt Me这两个颜色 这个色号叫Adore 今天擦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在擦腮红的时候 我很追求那种自然的效果 就是我很想那个效果看起来 就是我从外面跑完不回来 我的脸上着光运 这款就可以做到 而且那个颜色我希望它是非常简灵的 这两款它都有做到 而且它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化浓一点妆的时候擦这个 如果稍微淡一点 平时这个就够了 给你戴一个小镜头 高妆也很好看 这两种颜色我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擦在脸上 那个感觉也特别好 它不会说像有一些 像宁宁的小点点 我不知道你是喜不喜欢那种 带光运的腮红 我自己本身不喜欢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 研究最喜欢的腮红 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太化妆 也不怎么太用腮红那种女孩子 或者你脸上一般都是素颜 就是不怎么擦粉底等等 那其实最让你有尾素颜 最能提升气色的 还是Walk Up Like This 这个唇三两用的这个膏 我觉得这款是对于那种 平时不怎么化妆 但是想看起来气色好 简灵漂亮一点 最合适的投资 买这一瓶的话 你可以用到天荒地老海酷实烂 就是它挤出来一点 这个颜色还特别的自然 你把它拍在嘴唇上 这个颜色谁都可以用 不管你是肤色偏毛 肤色偏白都可以用 剩下的它脸颊上 就是那种很青春那种少女的光运 就是说你平时化妆化的 就相对来夹稍微浓一点的话 一定会喜欢就是这种粉质的 腮红 如果你不怎么化妆 或者化妆很淡 平时就上学就想气色好一点 看起来年轻一点 也得充满活力一点 就感觉你最近的心情不错 睡得很好 那其实这款是最合适买的 而且它一罐真的能用很久很久 唇膏的话前面有很多最爱的 什么泰北Gross 还有什么Charlotte Tuber 这些都很好 但是你要说我年度最爱最爱的 还是Tico的这款双管唇釉 因为它真的是擦上就不掉 有人跟我说它会干 但实际上你在擦点唇釉之后 我个人的感觉真的是一百分都不干 特别的好 可惜的是我店里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就剩了几个非常有限的色号 然后至少每天得有几十个人 给我写私信 说还有没有其他色号 这个色号要等到今年夏天了 我估计才能有 如果说只能挑一款唇膏 其他都不能再用了 我会挑它 因为这就不用补妆 然后出去吃饭的话也不用担心 我喝一杯红酒 然后口红沾杯子 我擦一擦嘴 然后我餐厅上全都是我口红 完全不必担忧 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多 我手里这一款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来看一下 115 然后107 这个是108 然后128和127 这几款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 我基本现在跟朋友出去吃饭的话 我都会擦它 而且价格真的也是非常的亲民 买一只汤普尔能买这个三四只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颜色都买回来 当然我现在店里没有 等有了之后 我再控制大家吧 好不好 好 好 今年要用到的年度高光 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Massadet 这款粉色的高光 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手里这个给摔碎了 所以这个高光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很容易碎 这款应该是我今年用到比较喜欢的 而且价格比较亲民的 满量 你看我今天也觉得用了这个高光 上手的感觉什么的都非常好 所以让你负责看起来粉粉的那种高光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今年的年度粉饼无用至于是来自 Amplor这款防晒粉饼 在店里狂买2000多块 现在也是没货了 希望你们在看到视频的时候又加货了 这款粉饼最好的优势就是一秒哑光 让毛孔缩小 皮肤看起来很平滑 还有补防晒 SPF50 PA三个加号 基本零差评 所有买到的宝宝都爱不释手 然后还特别轻巧便于鞋带 所以这款粉饼绝对是我一生推 我觉得它是我最爱的粉饼没有之一 有很多人问我如果它干皮的话会觉得干 这个我不太好回答 因为我是混牛皮 希望有干皮的小宝宝买过的话 能不能留言告诉我 我也好回答一下 这款其实Lucy有用了 它没有觉得干 但是我还想再收集一下别的干皮宝宝的意见 然后再发给大家 OK 然后还有最后的定妆喷雾 我一直以来都是Urban Decay All Nighter的忠实粉丝 我一直在用那一款 都基本试了几个其他的 没觉得太紧张 但是今年有一款我非常喜欢 是我买这个Sharla Chilbert的那个 首饰盒那一套里面 它给的Airbrush Flawless Setting Spray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它跟All Nighter一样 就是让你的妆一晚上都不会挪动 相比较又有一个优点 就是All Nighter的那个味道 其实有一点怪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用过 就是感觉你把你土 喷在脸上 就土土的那个味道 就是窗户上那个 那层浮土的味道 然后这个味道就 基本没有什么太自闭 就淡淡的清香 它跟All Nighter比起来这个优势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 实妆效果绝不亚于All Nighter 但是味道又更好闻 OK 这就是我今年所用到的最爱彩妆 我不知道你们选中了几款的 这些有很多都是去美店有卖的 有一些是没有的 有一些是以前在卖 现在没有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也希望把我今年拿到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都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买彩妆的时候 尽量少避雷 但是我也理解 并不是说我喜欢的东西 就每个人都会喜欢 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好不好 OK I love you guys 我会继续出我的护肤和媒体的那些年度最爱 也希望这些年度最爱 能给买东西的时候 有选择困难症的你带来一些帮助 OK 那我们今天就拿到这吧 Bye guys